现在做一个天气预报的节目不容易 所以好多记者逮着这个台风 拼命的冲到台风当中去 有人抱着大树 有人抱着电线杆 反正这个风吹过来 脸上像刮刀子一样 仍然在深思历劫的给你预报报告 现在的天气状况 但是这个央视的天气预报的这个播报方式 竟然让全世界都轰动了 国际的网友纷纷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说 我那个去 这个中央电视台播报台风 预报台风能这么棒啊 而且挺有趣味的 你看这把伞刚举起来飞走了 这都是预先制作好的视频 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啊 使用的是XR的技术混合现实 这个其实很多地方都有 也有这样的棚 但是能够这样充分的利用XR的这个技术呢 把一场台风表现得如此的凌厉禁忌 凌厉禁致 还是中央台的功夫高啊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能够看到更多这样的精彩的作品 不仅惊艳了我们 也惊艳了全世界 感谢观看